身为丰田当前最重要的全球战略车款 同时也搭上持续于全球车站燃烧的跨界风潮 于2016年日内瓦车展问世的CHR 可说是目前最为炙手可热的小型跨界车 而为了打响CHR在日本市场的知名度 丰田也延续着过期的创意 继之前的街头霸王推出宣传影片后 如今又找来了日本大师级人物 延续Cross Over the World的主题 在最近推出的第三与第四部宣传影片中 丰田找来了神奇漫画 北斗神拳的作者袁哲夫 以及阿基拉的作者大勇克扬 延续了作品中的场景设定 前者以CHR1世纪目为题材 后者再以CHR1 Neo Tokyo驰骋的情景为主题 不仅忠实呈现出原作风格 更呼应了CHR无所不夸的跨界风设定 而除了Cross Over the World主题宣传影片外 丰田找来了包括前F1车手 小林肯梦伟 日本饶舌组合 猫肉哈以及电音歌手 钢琪体育等在内的各界人士 加上来自车主的实际感受 进行另一方面的宣传 显示出丰田对CHR重视程度 而CHR在全球市场的热销 也不负丰田的期望 喜欢动漫的朋友们 也可以欣赏一下这些不同风格的动画 幸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